王毅展現 重新取得 讚 到底是有多讚 如果跟你說 住一晚五星級的飯店 以前國父還有找 你說讚不讚 交通部長林佳龍昨天宣布 7月1號就要啟動安心旅遊 寄出國旅補貼來振興台灣觀光 不過現在旅遊業者似乎是悶太久等不及了 也要來補貼大家的荷包啦 東南旅遊今天就在官網上PO出 國旅六一波 天天限定搶購回饋的活動 從6月1號到6月12號 天天在官網都有不同的五星飯店 國內一日有特價商品 像是全台精選五星級飯店 只要你搶得到66元就可入住 是的 你沒聽錯 就是66元 首先打頭陣在6月1號中午12點半開搶的 1040的萬利酒店 限定6月14號入住尊貴客房 含兩顆早餐 原價19,058元 搶到的話 只要66元就可輕鬆入住 這間酒店其實在2018年才開幕 目前是士林北投區最高檔的五星飯店 深受不少旅客喜愛 而在6月1號當天開搶的還有台南的景音酒店 入住日期限定6月18號 原價12,000元 搶購價也只要66元 其他陸續推出的五星級飯店還包括 東南旅遊這項優惠 目前僅釋出6月1號到6月5號的促銷飯店內容 6月6號到6月12號的活動內容 之後也將會陸續公布 目前共計有14間高檔飯店 參與這項66元優惠入住的促銷 但必須注意這項優惠有限定入住日期 搶購錢要先確認清楚 不過只有飯店優惠怎麼行 東南旅遊另外還有推出 我已經很興奮了 可樂旅遊則是首次和洲際酒店集團獨家推出訂房專案 全台五家高端品牌酒店皆有促銷價 郵城部分全台六大景點一日郵城只要520元限量優惠價格 花東外島二到三天郵城也有1520元 2520元 3520元的價格 易遊網也有推出安心出遊方案 即使起到6月底 制訂專案入住前一天可免費取消 國旅訂房每房最高可折1000元 制訂專案還能想房情升等 還有環島之星高鐵假期 甚至規劃家庭巴士專車道夫接送 平假日同價最低只要1350元起 如果使用APP訂購 滿3000元還能再折400元 國內都還玩不夠怎麼要去真是到國外玩呢 先把國內升套套吧 落滿安全套套 別再當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